满心欢喜来乡亲 空手串门却饮不满 你到我这儿拿去往来说 我不说吐你点东西 满两个钱都没得好 不着急 我走错道了 晚了 郎情惬意 话头机 一通来电 搅黄了局 咱们这么多人就听他这么点小事 莫得来莫得去 或者是关机 或者马上告诉我 我这边有事一会儿给你回话 多不干好文明 你给你打电话再说完了 相个亲咋这么难 我见口腔原来不晚 即将播出 缘分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 这里是由专注种植牙的 国建口腔意愿冠名播出的 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会儿介绍的是 刘福君刘大哥 他今年68岁 有房 有车 每个月还有5300块钱的退休金 要说大哥条件不错 家里也啥都不缺 但是就是啥啥都舍不得扔 什么老丈人的棉裤 父亲的雨衣 还有已经长了毛的褥子 这些都在大哥家的衣柜里 摆了好几十年了 大哥说 自己虽然用不上 但是搁那搁着也不占地方 扔了还怪可惜的 虽然大哥这些年过惯了这种勤俭朴素的日子 但是他还说了 再找个伴儿啊 我肯定不能苦了他 是刘福君大哥吗 哎呦 灯这么暗呢 我啥呢 这门直接开着了 刚回来吗 您接你们快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大哥 好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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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福君 68岁 丧偶 现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70平米 退休金5300元 厅上还放个床啊 放个床可以看电视 那平常不是睡这儿啊 我不一定 也是睡里头 那去那屋里我们来看看 好的 来 走吧 这是客厅 饭厅 对 饭厅 那大厅 这屋是 这是新房 这是住二多年了 我刚搬到这儿 亲厂给这房子吧 就是我姑娘的这屋 这家隔开了 我跟我喜欢那屋 大厅 闻老这儿 他说我媳妇去世了嘛 我姑娘结婚都走了 就也是打个晾腾 晾腾点去 又重新收拾的 对 对 对 刘大哥今年68岁 他一个人生活啊 有13年了 这房子之前 其实是两居室 后来才改成了 一个大居室 虽然地方是宽敞了 可大哥家里的东西啊 是指增不减呢 就放衣服的地方 变柱子 都用不着 这里东西是真多呀 大哥 嗯 过去的 这是那个单子 过去的 你看长的毛啊 我爸那过去的雨衣还有呢 那都得多少年呢 那都得呀 那两多年 五六十 五六十年都多 七八十年了 这是羊皮大衣 我老这样穿才穿的 一晚上不收拾收拾 你平常也用不上呢 穿不上什么呢 用不上学不了了 可是隔了嘛 这是啥 这是盒子 鞋盒子呀 鞋盒 空得的 空得的 空盒子咋活 装的 扔得得了呗 舍不得了 哥那个不当害呀 不当害呀 哥到啥时候啊 跟我姑娘来收拾吧 我舍不得了 刘大哥家里边的东西 不管能不能用 他也从来都舍不得扔 大哥说呀 他打小 家里边就条件艰苦 困难的时候都吃不上饭 所以呀 穷怕了 过去都是苦的 我家老家是好月的 最早我家搁五个 我妈也不上班 我老家地都卖了 我搁到这 我们搁我那小 给带到这个 机长路桥外玻璃厂 推门 才挣五十块钱 我剃头呢 是一毛五毛巾 还得奢 开支给 后来刘大哥的生活越来越好 十八岁时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大哥进到了汽车厂上班 之后就一直在这 干到退休 70年进厂 直接分汽厂 那个总装配 总装配调试 干调整工这是 后来呢 94年我为了玩 就调到那哪儿 也是汽车厂调路桥 路桥全国各地送车 到哪个城市都能玩 因为工作带来的便利 刘大哥有玩过很多地方 大哥不好抽烟 不好喝酒 一生中唯一的爱好就是旅游了 所以2013年退休后 大哥也一直没闲着 还是走我买个车 套温泉了 像那个辽宁都开车去 这是垫子 气垫 这是旅游包装东西 这是帐篷 这是个大帐篷 这是凳子 这是大闪 这又帐篷又啥的 平常出去也赢了 对 我平常又是 疫情啥的 上郡岛像那个 常北山 像那个西坡 北坡都去了 现在要不是受疫情的影响啊 刘大哥早就和朋友们出去游玩了 大哥说自己不敢在家多待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啊 总能想起来他过世的老伴 这一想啊 心里边就别提有多难受了 刘大哥总和朋友出去旅游 也是为了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 这一晃都过去13年了 这些年 大哥从来都没想过再找伴儿的事 但是在今年 身边朋友的一件事 改变了他的想法 我们那个内门 有一个我俩挺好的 他在找酒台的 他说我这有人 那人不在 我就完了 他说我人不啥不知道 打电话 叫120他就抢就过 那没人他不死了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 也要找一个 我准备找一个也是脱离开的 也想找一个没有负担的 对 没负担的 说走就走 对 身体好的 有双保的 就是退休的就行 听完朋友的经历后 刘大哥也开始觉得 这晚您生活没个怕 还真是不行 所以啊 他就报名了原来不晚 希望在这儿能找到一位 和他情投意合 相伴余生的人 大哥说最好对方也会开车 这样两个人就可以一块去自驾游了 那按照他要求的呢 我们的红娘就帮他联系到了 同样住在长春 而且也会开车的恶书瓶 恶大吉 哎 姐 你给我们叫个梯吧 直接上去了 对 叫个梯 恶大吉 恶大吉 你好 你叫啥 混淆圆圆 这家真畅联啊 一进来 恶书瓶 58岁 黎毅 现居住地 长春市 住房面积120平米 月收入5000元 我家里好像没有啥生活气息 啥人家 没有啥日用品 啥得不像别人家那么好 咱家瞅着可是挺的 这是 120 120呢 一个人住了 一个人 哪个是你卧室啊 这边 平时就是就这么按牌摆 摆得这么规矩 也就这样吧 天天就得这样 差不多 反正往里一推就行了 看这屋吧 这是我的小更衣室 这冬天就穿这些先 你看这裤子啊 同一种料的 就可能好几个颜色 是 这衣服也是 就可能是同一种款式 一嘴好几个颜色 啥都是 就是颜色多 你在机关 这些东西觉得都挺那个 不花里火哨的 通俗服 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不是那个安全防护 我一般都是说后勤 饿大姐今年58岁 现在还是在职上班的生活状态 不过还有一年就退休了 到时候每个月能开上5000块钱 大姐说 退休后她啥也不干 头等大事啊 就是学做饭 退休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学做饭 不咋会还咋 做不好吃 做不好吃啊 完了做出来东西 我自己都不想吃 平时周一到周五 在单位吃完了 晚间回来 我基本上 吃一个点心吃 喝一袋奶 一个水果 就是晚饭 完周六周日 做两顿饭 那这也有冰箱吗 这边除了大酱 除了大酱 就是大酱 这边除了苞米 就是苞米 确实没有那么多食材 除了大酱就是大酱 那个饼锅是给儿媳妇准备烙饼的 原来用大勺给烙了一次烙糊了 结果人家没吃 完了我就先买个锅 买个锅到现在没烙过 你人也不来了 饿大姐觉得 这辈子最难的事就是做饭了 也不是做不熟 就是怎么做 也做不出来好吃的味儿 为此他还买了 各种各样的料理书去学习 都是陆续买的 这有菜脯 有面的 还有汤的 使用家庭菜脯 最早买的都黄了 应该是我儿子 从中学那时候 上高中不得带饭吗 那个时候买完给他做饭 结果我做得不好吃 做完了孩子也不吃 后来别人同事告诉我 就是买那个半成品 半成品做出来也不好吃 然后来直接就是跟那个饭店订 晚上孩子上那块去吃 学校附近就是订 一直吃了三年 波大姐打小在家里 就备受父母疼爱 长大后虽然结了婚 但也因为接受不了 前夫三天两头的出去跳舞 就一气之下离了婚 两个人的婚姻只维持了四年 之后大姐就带着孩子 一起生活到了现在 平常有没有啥爱好吗 没有 什么爱好都没有 就是在家跟他抖音 就活动几下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睡觉之前也就完了 马上要退休了 有没有啥计划 将来要是有伴了 就想去旅游去 每个城市都住一小段 完了尝尝好吃的 最大的心愿就是 想吃好吃的 你租出来就 分家就是说 就是可想吃 要是将来有缘分 能找一个人会开车的 近道就开车 远道完了坐车 这些年恶大姐虽然是一个人 但这日子也过得顺风顺水 所以才单身到现在 但是前段时间 儿子的一个突发意外 让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就是想找是从什么时候呢 就是今年三月份那时候 三月二十四号 儿子晚上出车祸了 我看孩子在那个椅子车上躺着 衣服上全是雪 给我吓的 当时我就坐地下了 等我到家 我也就躺着就不行了 躺了有一周吧 就是都起不来了 就是有点透支了 我以为我要死了呢 那时候我就心里 家里有一个人就好了 经历了儿子那次车祸后 恶大姐就觉得 自己是时候该找个依靠了 她也开始向王岐 两个人互相陪伴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 你做菜我打下手的二人生活了 首先一个吧 得是有演员 我们再一个烟和酒 是真受不了 最好是快开车 我们住房呢 得自己有独立住房 条件这方面跟我差不多 那时候我想的是 三千以上就行了 我退休工资能开到五千 反我自己的养老金 我攒出来了 我要是生病住院 我不花别人钱 完了得会做饭 会做饭挺主要 挺主要 退休的大事就是吃饭 恶大姐对未来老伴的要求不高 只要演员相当 性格合适 会做饭就行 刘大哥勤俭持家 性格温和 开了一辈子的车 那这两个人见面后 会对彼此动心吗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你就像家人一样 到动情的时候 有伤感地方的嘉宾 你也掉眼泪 说明这孩子有爱心呗 的确我就是红娘离眼窝子最浅的那一个 我会因为撮合成一段姻缘高兴地跳起来 也会因为听到你们的故事陪着你们掉眼泪 每一次见证幸福和感动的时刻 也终将会成为我最宝贵的回忆 我是原来不晚的红娘孙茜 成一段姻缘 结百年好合 我在原来不晚 努力为你们撮合 哎 来了 来了 哎 来了 进吧 这边头一次来 头一次 这边从来都没来过 这个能放这不 不怕呀 没事 放这吧 没事 放屋里吧 行 你俩就自己互相介绍一下吧 我姓鄂 叫鄂叔平 我姓刘 刘夫君 那就不握手了 行 谁吧 握手了 握手了 来吧 来吧 眼眼咋样 行 可以 满意 嗯 长得还行 个儿太矮了 好像没我高 长得确实挺漂亮的 就是更矮了点 咋得跟我一边高 差什么鞋呀 来 比一下 你看看 我是1米625 大哥背对着 你看看 这样啊 大姐是稍稍高一点点 对 那你就是1米62 或者是1米61 差不多 对 两个人一见面呀 厄大姐就觉得刘大哥的身高有点矮 不太符合她的心意 这个时候大哥没说话 心里边想着 身高这个东西虽然没法弥补 但自己在其他方面还是有很多闪光点的 我平时就是跟她打了一毛球 打了太极 等我性格好 出烟喝酒看出来了 不出烟 闻闻有烟闻就没有 没闻着 这里就没有 喝酒呢 就是同学都在一起 烦乐乐喝点 你看这不是喝大酒的人 你看身体挺健康的 你现在做饭都不愿吃饭店 都到家自己找 饭做得不好 我儿子都不吃 不好吃 也能做熟 但是你要是像我做出花样的 有什么好吃的味儿 那太难了 我做菜行 谁都是 我媳妇在那都我做 我想做不好吃 所以大姐那时候跟我说 以后推卸我来找老爸 第一重要点就是做饭最好 包饺子 蒸馒头 谁找你都能相互 你看看 该多说的时候 你就不能少说 刘大哥这一顿介绍自己的优点 还真让饿大姐 对他增加了几分好感 尤其是会做饭这一点 让他在大姐的心里 加了很多分 慢慢的大姐也开始 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我们家在高清区那边 哎呀妈 挺晚 你开车过来的 我还觉得挺好走的 你那什么车 我那是解答 我那包来 没啥开 都六年了 跑了不到五千公里 真少 五万公里 平常一般开车 都是储蓄上自驾游 啥子 对 我就跑长白山了 像那个童话那边 那个洗温泉 那个五龙背了 这些挺好 身体也不错 脸色也挺好 玩了开车也行 四处玩 这都挺不错的 玩我这也是好玩 就是性格 看出来你的性格挺慢的 慢分啥开车快 随着鄂大姐对刘大哥好感度越来越高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也越来越好 就在一切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大哥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而这通电话直接让大姐变了脸色 我最多最多也就是开车 谁呢 鱼呢 这呢 兜里 哎呀兜里 你这一下呀 喂 立宽 喂 喂 啥事 那边怎么整我啊 那边完了 我给他一把 现在一把我现在干好 我不是给你乐喝得了 正完了 几点 六点 那咱五点 等这个阿大走着去 五点二十吧 八点半你找过来吧 你找过来吧 找你找了 找到139到门前一下是吧 139也行 这同学还是朋友啊 同学啊 都同学啊 明天要看啥呢 这是 那个 开什么会啊 他俩我还不清楚 对不起点啊 就耽误了 没事没事 这一通电话下来 刘大哥在阿大姐心里的好感度啊 瞬间就拉到了零 大姐跟红娘是这样说的 刚才这个电话就不行 像刚才那个电话 如果要是有层次一点的 就直接跟对方说了 等一会我给你打过去吧 我这边有点事 一会再说 就不能这么磨叠来磨叠去 磨叠来磨叠去的 你觉得他就是说 说的时间太长了 就是 说的还都没有用 我还等着 他那边哪有咱们重要啊 你就自己的事 你就是 再着急 这边要是和别人谈话 或者是关机 或者马上告诉我 我这边有事 一会给你回话 咱们这么多人 就听他这么点小事 约个时间 就约了这么长时间 你要不说停他 还打 刚才你还接个电话 可能是明天 同学 约时间 明天 我打扰我 差不多抓紧 就是说跟你们说 我这有事了了 多不干 人家给你打电话 得说完了 那不是可以这样吗 可以接完了 然后说两句 我说那行 待会给你打过先 我这现在还有事 今天你说 你这重点不是相信吗 嗯 我没想到那么多 当时没想到 当时也是有点紧张啊 对 大家都在这 他爷爷瞅着你 我跟他排哪道家呢 待会是 对不对咱说一句 刚才呀 我也问大哥了 大哥也说 这也感觉不太礼貌 突然叫人电话 没啥事 是 像我都多少年也好 也来不了一个电话 嗯 像还是你们朋友多 学是不是 都同学 都给更强 挺好的 都去这场 一看就是你挺随和 一通电话 反映出两个人思想 和性格上的差异 之前火热的聊天气氛 也被这通电话 一下子就给浇灭了 这时候两个人 都觉得有些尴尬 那接下来大哥大姐 会如何发展呢 大哥实际也挺好的 各方面 你就差一个更矮一点 你咋得比我高点啊 那我祝你找一个比较高点的 相亲的时候突然来一通电话 你是接电话讲几分钟再相亲呢 还是相问亲再回电话呢 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要我说呀 接不接电话并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俩人沟通好了 啥都不是事儿 大哥大姐呢 主要还是插在对彼此的演员上了 那告别了大姐之后呢 红娘就按照刘大哥的要求 又为她介绍了一位同样住在长春 今年60岁的张素云 张大姐 哎呀 我还行呢 我都上呢 是吗 记不清楼藏了 我行呢给姐姐打个电话 行呢让你开个门我听那声 你好姐 我叫媛媛 你好你好 张素云60岁 李毅县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45平米 退休金2200元 大姐 我感觉你比照片上瘦多了呀 是吗 我现在瘦了吗 但是我现在就喜欢锻炼 就这样的 喜欢锻炼平常 我在工会吧 我们就形体锻炼 沉沉筋什么的 练习练习舞蹈 我现在就是学形体 但是瑜伽我觉得好像岁数大了 动作做不来 就跟不上 那是这样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七八个月了吧 非常友谊特别好 红娘一见到张大姐 就觉得大姐比照片上瘦太多了 原来啊 这都是因为大姐那些体操 跳舞游泳等多个爱好 而就在两个人正聊天的时候 红娘一抬头 注意到了大姐家里的一样东西 刚才一进门 我看着这墙角啊 你是按个摄像头吗 嗯 因为吧 我女儿生孩子 那时候不就天天去喊 几乎就不回来 就按一个这个 有时候搁手机 对对 我就能看一下 为了安全一下 因为这楼道下面那锁坏了 就是不安全 那你还挺有这防寒衣服 完了那个孩子们总说 哎呀 你一个老太子 有什么东西怕丢 又整这个整那 我说整上 我就心里安稳一点 张大姐说 安这个摄像头 不光是因为防荡 更多是因为自己心里边 太缺乏安全感的 过去受过太多苦 遭了太多罪 说到底呀 都是因为过去的那段婚姻 1999年 玛丽的婚 因为啥呢 哎呀妈呀 她干脆就不重视我 我在省医院生的孩子 生完孩子 一看女儿她就走了 一个人没在那儿 没人管我 我喝口水的没有 喝口水的没有 你家里人的 没有 硬喝音都没有 就我自己 她还是想晚上睡觉 对呀 最终张大姐的孩子 上到初中 大姐才与前夫离了婚 这之后 大姐就一直单身到现在 大姐就是年头多了 自己 你看我 我晚上都很少看电视 就静 看看手机就睡觉 性格都变成孤独 你看我妹妹 过年过节也来人多 我又做饭呢 又干啥呢 待一会儿行 待一个多了 我就心了 就闹心了 完了我妹妹说 你一开始闹心了 到时候我们都理解你 我们吃完就走 我说别得吃完 玩一会儿 大夫 现在张大姐有时间 就去练习跳舞 游泳健身 每天都活得开心 活得充实 人生总归是朝前看 大姐也考虑了 晚年生活 是该找个伴一起过了 能有个人和自己相互扶持 和和美美的走完 这后半生 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先要找一个吧 脾气好点的 能保佑我 我没得到男人的爱 咱们不说有多爱 就是说 你对我关心点 我对你也关心 我想找一个 少少偏胖一点行 完了就演员到了 脾气柄先拿 能瘦他一块就行呗 张大姐就想找个能疼他 爱他 呵护他的人为伴 而刘大哥温柔体贴 脾气温和 是大姐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于是红娘就在两个人之间 牵起了红线 那她们的见面 又会发生些啥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你就像家人一样 到动情的时候 有伤感地方的嘉宾 你也掉点泪 说明这孩子有爱心呗 的确 我就是红娘离 眼窝子最浅的那一个 我会因为撮合成一段姻缘 高兴地跳起来 也会因为听到你们的故事 陪着你们掉眼泪 每一次见证幸福和感动的时刻 也终将会成为我最宝贵的回忆 我是《原来不晚》的红娘孙茜 成一段姻缘 结百年好合 我在《原来不晚》 努力为你们撮合 赵瓶路 大哥 你是不是走岔路了呀 我回头接电话 原来设的往南湖打路 拐过又拐过来了 我说本来我给你发位置 你要开车来 你帮个小时能到 我一看 不是主车 这个都煮饭吃 是吗 好 来 来 来 好 哎 小姐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您好 不用不用黄姐 不用没事 没事没事 进来 快直接进 进来没事 给如康借着一下子 好 好 大姐张苏云 嗯 刘福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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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本分眼儿挺好的 好 感觉这眼睛挺实在还行 但是我没有演员 我看到他就是没有那种 我相当老伴的那种感觉 虽然刘大哥对大姐印象不错 但张大姐对大哥却没啥演员 今天两人的这场相亲呢 第一关还没过呢 大姐就对大哥有想法了 她这个人吧怎么说呢 肯定不是那么大度的人 大方的那种 就是啊 为啥会这么感觉呢 你到我这拿去网上说 我不说涂你点东西 你买两件东西都好 啊 你的意思是 你也没领点啥过来 对 咱不说挑人的啊 咱就说这个人就是说 历程历节方面 我要去她家 肯定我要买东西拿过去的 虽然我是女的我也得去 可能就是说 每个人习惯啥的也都不一样 人就是没想到那块去 而且这不是相亲 你不得先看吗 人也觉得 我得先跟你见面先看看 是不是 这今天过来咋 咋那个 没领点啥呀 空手来的呢 着急吗 不是吗 不着急吗 走错道了 晚了 哎呀拿不拿 都无所谓 没事 晚上见面就是缘分嘛 就是 第一次登门拜访就空手来 刘大哥心里 确实没想到这一块 何况今天来的路上 还耽误了不少时间 张大姐表面上没说啥呀 可心里边 却对于这个理由 并不满意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呢 刘大哥又主动烙起了家常 你平常都喜欢 运动了 先旅游了 或者 喜欢什么 我就可以喜欢旅游 游泳 完了游的时候 有时间去上广场 跳那个广场舞 我平时在家也就 旅旅游 一年去两次三次温泉 他这种啊 什么 泡温泉呢 他这种养生的方式也挺好的 平常生活可健康了 不抽烟不喝酒 大哥不抽烟不喝酒 也挺好的 眼看着两个人的气氛有所缓和 刘大哥就抓住机会继续提问 想着能和张大姐再多了解了解彼此 你现在在哪单位退呢 我就在一个小集体 那个双保自己交 还是都全是都是那什么单位交 我医保社区的 社区自己交 社区当时下岗之后 然后陆续这一年自己 自己交 自己交 嗯 整体不多 还两千两一点 我是一起退休的 13年退的 这个公司开多些呀 5千3 聊工资太少了 出去玩的咱们不说不用 一般不用的钱 就是我花没了 就没有 一个工资 要是上新疆的话 去一趟 来回 也得玩玩的 聊到工资 刘大哥这心里边就有点介意了 大哥理想的晚宁生活 是两个人能说走就走 四处旅游 可光靠自己去支撑起两个人的费用 也不太够啊 张大姐可能也看出了大哥的想法 一时间两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我要找个自己喜欢的那种 有演员的 他看我 哎呀 就好像哎呀 我咋刚认识你呢 我咋认识你完了呢 那种感觉 我想要那种 我就直话直说了 就是说他拿演员差点 行 交个朋友也行 咱们是不是 交个朋友 祝你幸福 我也祝你幸福 最终啊两个人没能继续相处 张大姐说一是因为差在演员上 二呢是觉得刘大哥去他家没拿东西 让他心里有点介意了 大哥也觉得自己确实挺匆忙的 没考虑周全 其实啊 对于这个事呢 我们特别想说两句啊 相亲的时候拎点东西 带个小礼物啊 这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自然是更好 但要是不带礼物 也无可厚非啊 因为相亲嘛 相的是人 人咋样能不能处 不能光靠这些表象的东西来判断 两个人性格合不合适 兴趣爱好一不一样 这些才更重要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呢 那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